醫院特別容易吵架 你看過什麼樣爭執最離譜的 我看過一個超級離譜 然後那一次是我陪朋友 就是送他去急診 他也是很不舒服 到的時候 然後我先看到一個就是出車禍 然後全身都是血 其實滿嚴重 感覺真的是已經到了 要最後急救階段的那一種 整個病床上都是血嘛 然後所以所有的護士 醫生 整個急診室的 全部都圍過去那一床去幫忙 然後去解決問題 然後大概過了 15分鐘 有另外一個頭破掉的 他也是走進來 因為剛剛他真的走進來 然後他是手這樣扶著 然後還有一點意思 還有意思 可是你就看到他那個血 是那種整個手 你知道嗎 血流如柱 然後地上再滴 幫助那個車禍的那一群 裡面就有一個護士 看到就撇一眼 看到他就趕快過來說 他就跟他說 他就跟A護士說 我去幫一下那邊有個頭破掉 然後流血流很多的 我先去幫他處理一下 然後那個A護士 就跟B護士說什麼 你沒看到我們這個 已經要掛掉了嗎 你幹嘛還去幫他 那個會有人 那個還有意思 沒事先放在旁邊 讓他做個休息 這樣那個東西給他就好了 你先過來幫我們處理 這邊緊急的 然後B護士就說 可是這邊已經全部 已經有兩個醫生 然後三個護士 你們在那邊處理 那我去幫一下那個 那個頭破掉 他等一下就會沒意思了 然後 然後 A跟B就吵起來了 而且就頭破掉了 還可以活 這個 就跟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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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兩個A跟B就吵起來了 然後後來吵一吵好了 突然A就 腹氣離開 走掉了 然後B就傻眼 因為A走掉了 變成車禍那邊真的人就不夠了 因為他們是要幫忙壓著嘛 然後那頭破掉 最後就坐在輪椅上昏過去了 超扯的 我在旁邊那是傻眼 最後他們就趕快去 請另外邊的護士來幫忙 急救這個頭破掉了 A就沒有再回來過了 A就腹氣離開了 超級亡想耶 這個真的是 我有遇過一個跟他很接近的 但是不一樣 我這個是 我是陪朋友去看診 他也是去定期 或者回去保養或打什麼 抗過敏的東西 他進去打吧 他打的時候他覺得說 好像不太舒服 他去問那個注射科的護士說 你剛剛幫我打的東西 是跟之前一樣嗎 然後那護士直接嗆他 你如果不信我你就不要打 你現在出去 這麼嚇 立馬回 然後他就嚇一跳 你知道出來 他就等要拿藥嘛對不對 然後那朋友等一等 他說 不對啊 他剛剛罵我 他反應過來 越想越氣 你知道嗎 那口氣咽不下去 對 就說 我剛是莫名其妙 被人家羞辱了一段 然後我問他的問題 幹嘛羞辱我 他就生氣 我說你在幹嘛 他就看他拿手藝 他說 我要跟我叔叔講 我說 我叔叔在這間醫院上班 我說 那你為什麼不找你叔叔 他說你是智障 我叔叔又不是看這一科的 有道理耶 就當下我也覺得 自己問這個問題蠻蠢的 然後我說 反正就text他要數 他說對 我在什麼什麼 好 好 拜拜 那我電話掛掉 我跟你說10分鐘 他叔叔帶兩個實習醫生 應該一看那種年輕的 氣勢中間 感覺要打群架你知道 咚咚咚 走過來 他看到他 在裡面嗎 他說在 我整間敲門 一開門 那個鈴聲不好意思 我找那個一下 然後就 裡面就開始大小聲 就醫生跟他說 你打那什麼 你剛剛那什麼樣的 對上他態度什麼 然後 重點是 他說這關你什麼事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 我們現場執行什麼 沒有什麼 兩個 醫生跟護士 全場片都聽到 這個診間的醫生 腹在大吵架 有沒有 吵 超大聲 這個大聲叫什麼 就是 我在好幾年前 我有一陣子 我就腰痠背痛 我回去針灸 其實針灸還滿有用 那個醫生跟醫生 兩個是夫妻 還滿有名的中醫 然後他們平常兩個 是在兩個不一樣的診間 然後那一天 是那個男醫師的診間 在裝潢 他就到他女醫師的這邊診間 就一起 然後我以前在針灸的時候 反正那個女醫師跟我也 他也知道我是誰 他每次在幫我針灸 他就會跟我聊天 你知道 他說我老公 因為他老公 一天到晚養小三 然後他就很愛跟我聊 他 我跟你講 我抓到他怎樣... 他這幾年要不是怎樣 我怎樣怎樣的 幫他支撐著 他怎麼有辦法 這樣子繼續看 然後我跟你講 這小三要怎麼抓... 你不要看那些護士 怎樣 那反正他就很愛講 我們就聽一聽就好了 我那天天一去 掛完枕我一坐下來 那我就要針灸 然後他就在那邊 東西就在那邊摔 又來了 我說 我說幹嘛啦 他說 不是啊 怎樣... 我說 你就不要管他了嘛 他說不是啊 最近在我這邊 來我這邊 然後也是這樣 我說幹嘛他最近來你這邊 他說我跟你講 你先進去躺著 我等一下來 然後我說好 我就進去躺著 就脫衣服等著針嘛 對不對 我就聽到他 跑到那個拿藥 因為那個枕筋也沒有很大 在裡面吵架 吵一吵 我跟你講啊 你就不要讓我抓到 你讓我抓到 我就跟你講 不是這樣子喔 每次都是這樣 我想 我就在那邊聽 現場直播 真的耶 那因為我的枕筋 就在他那個邊邊 其實是聽得見的 你知道他再怎麼壓低聲音 我們都聽得見 我還想說 那不然我等一下看 怎麼安慰他好了 然後他就回來了 好 連這個我跟妳講 直接我跟妳講 你等我一下 我等一下來 他要先去簽離婚協議書 對 不要那麼 揮暗 我們不能這樣 然後我就說 不要吵了 沒關係啦 因為你還那麼多病人 回去再說啦 回去再說 其實我希望他息怒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下一個真的是我 很恐怖耶 那個 我其實很害怕 他來個怨念 在爭 不得了的 我跟你講 然後他進去幫我弄一弄 他就來了 超氣的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我真的覺得 那天的每一針都有氣 很痠 很痠痛 很痛 很痠 那個真的有氣功的氣 那每一針 我跟你講我那一次針完 我有好一陣子 不敢去針卷 你知道有的診署喔 那個醫生跟那個護理人員 根本就是到底的啦 我們就是男女朋友 那可能之前在吵架 你知道嗎 其實不會 真的啊 我那時候也是 就怕是因為性生活不美滿 就吵起來了 之類的 我就是普通的 就皮膚那個會癢不舒服 所以他給你擦什麼藥是不是 對 然後那個 看看 因為我跟那個醫生有點熟 你要快一點的話 那就不然你就打個針 就不要讓他繼續過敏下去 然後小慧 你等一下幫他打個針 然後那個小慧 突然看到他打個屁啦 打針 你不會打 你不會打 那個醫生喔 淘擠下來跟小學生 都沒兩樣 對啊 我就是不會打 不行嗎 你不會打這樣什麼醫生 醫生就對啊 我就是不會打 你不會打針 我才知道大事不妙了 一定是那個醫生 一定是跟別人怎樣 或者是 洪醫師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我們就是專業專業 專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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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醫院都是很正經的 真的嗎 那是自己的診所 你們沒有那種護士跟醫生 就是 應該都有 有 有 快點喔 快點講 洪陽哥你醒過來了 對 我有朋友是醫生嘛 他們也會傳這種類似的故事 可是我一直看醫師 護士跟護士啊 兩個就幹起來了 我爸爸住院 那個是兩人床 我爸爸最裡面的那一間 外面那個病房 就推了一個病人進來 然後有一個護士是在裡面的 照顧我爸爸 那那個護士推進來以後 要把他移到這個病床上來 那個病人就自己走上來了 那個在我爸爸病房的 那個護士就開始罵了 你怎麼可以讓他移動 我們要幫病人移床 移過來 你不可以讓他這樣動啊 他是主動賣玻璃 你知道嗎 很嚴重耶 那很嚴重 他那個推來的護士 病人這次要走過去 我有什麼辦法 我拿刀架著他 他要自己走 我有什麼辦法 兩個就幹起來 那個最重要是那個護士講的 他萬一出了什麼事 你要付法律責任 你知道嗎 這麼嚴重喔 那另外一個 你管我那麼多 兩個就幹 吵不完啦 這個時候就發生一個 老先生的聲音出來了 我爸爸來了 我爸爸來了 所以不了了 兩個吵起來 你們這裡是在動什麼 你們兩個是豪室耶 出去 就把兩個護士趕出去 然後跟那個病人說 你趕快躺好 不要斷動 你在動 萬一有什麼狀況 這兩個護士真的有問題 病號情緒難控制 因為這種事被罵 實在很冤枉 真的 我覺得像 有時候真的 就像我們身邊如果有 比較會生病的人 我們要照顧他 其實我們心很累 誰 我跟你說 誰 誰 誰 我有一個叫老公的東西 是 老公 然後呢 人會老是很正常對不對 然後他年輕又抽菸 那他現在只要就 一個季後變換或幹嘛 你就是會咳嗽 然後他年紀大又有點過敏 那很簡單嘛 就像我照顧小孩之後 只要過敏 要流鼻涕 穿襪子就不會流鼻涕 那你要咳嗽 你就 其實就真的比較不會咳嗽 那你如果外面空氣再不好 人家在講PM2.5的時候 氣象圖不是都有什麼紫色 紅色有沒有 你看到顏色不對 你就要戴口罩 自己要清楚 那我們好意提醒你 比如說我跟妳講今天 今天PM有沒有點我 出去要戴口罩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妳如果晚上睡覺留鼻涕 襪子穿著 然後洗了澡出來 妳趕快穿襪子 不然妳等一下要留鼻涕 妳會不會要一直念 妳不要一直講 妳這樣一直講 妳好像詛咒我是不是 我幾歲了 我會不知道我要怎麼弄我自己嗎 妳這樣一直講 妳有毛病嗎 妳有毛病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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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妳沒知道 女人在叮嚀一個男人 說妳跳多煩 妳知道嗎 講一次我們就知道了 我沒有這笨蛋 這個脖子好 我就去拿東西 我出去要拿圍巾 她就開始念 妳等等 等一下 我已經要去拿了 然後等一下 空氣不好 我也要口罩就準備戴好了 對… 但是我以為妳出去在家裡 妳在家裡怎麼戴口罩 你們家有PM2.5 不是一直講一直講 妳會煩的嘛 我說實在 你們男生都會覺得說 講一次就知道 問題永遠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